欢迎收看海峡拼金记 我是吴雨淑 睽違四年台北灯节重返西门举办 为老城点亮创意之光 其中也有连续九年从未缺席的上海花灯 今年以宫灯为主轴 呈现了绝美的文化风情 过去一个月西门丁街头 灯月交辉游人如知 吸引了百万观光客探访 也迎来更多的关注与商机 荣业光尘点亮台北 金龙脚下万头传斗 元宵节庆在台北登场 入夜之后绚烂夺目 替原本就青春洋溢的西门丁 装点更多新花样 我看到红眼竹 还有呢 会喷水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来这边逛就会多了很多年味 然后也多了很多氛围感这样 就是熟悉的地方多了一点新的创意这样 上百组创意花灯分散周边街区 抓住春节最后年味 茫茫灯海中本土众神肖像区最有热度 靠近一点却让人头皮发麻 就是他脸的表情很像紫渣娃娃 但是他那个色彩又很缤纷 然后那个妈祖啊 就是很 就很像那种电子花车很华丽 但是脸又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然后再加上他眼睫毛比较长 会看起来有点可怕这样 我说好像说就是有点像是在中原普渡嘛 然后感觉蛮像的 真的真的也蛮多人在 对感觉很像中原普渡 另一人气爆红的角落 来自上海的创意花灯 则是直接挑战众人脑力 现场玩起财灯迷 周围老少无不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下连男配上连 这边有人知道 这边没有人知道吗 对不提正确答案 那我就不会猜啊 因为我们老的哪会猜 你觉得他的那个题目太难了是不是 对我们来讲是太难了 有人屡猜屡重 有人对此一窍不通 不过来到这 除了动脑也动眼 两百多盏小型灯笼中 有一盏旋转的大灯笼 透过彩色光影 投射上海城市绝美风貌 就是很有中国的风味 那很不错的 这是继2016年来 上海市连续第九年跨海参与台北灯节 去年传统六角宫灯 背景的图案灯柱 源自于上海师博的中国馆 前年主角是可爱卡通虎 以上海同乐园为主题亮相 无论两岸关系如何演变 上海花灯从没缺席 且年年有惊喜 台北灯节以中华路 事实上是我们西门丁 蛮有代表性的一个老街 所以说每一年如果在这个时候 有很好的一个灯会 它不只是聚集 更重要的重点是让这一种 我们的文化的感觉更能够深入 台北灯节在2017年首度仪式西门丁 成功将人潮引进老商圈 之后转移其他地区 相隔四年卷土重来 这里又是一番新的面貌 这间公仔专卖店 就是抢先进驻的潮牌之一 尽管已经开幕接近三个月 要进去还是得排队 他们来自大陆 选择中心广场的地标 外观华丽抢眼 号称要在一年内冲破两亿营收 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 就是它的牌子的 但是这好像是第一家店吧 然后就最近看到很多人来 然后就来逛一下 就是刚好遇到有新的系列 对 然后就想然后就可以买一下 我觉得它应该可以达到 就是卫星人变来一个新的商机 因为毕竟是现在新的年轻人 会喜欢的一个新的时商 这个年轻人喜欢的原地 元素来自四面八方 这里的开放包容 也让传统商圈展现了新的氛围 年轻人很喜欢 也包含了所谓的观光客 也把它当作一个景点的打卡 它本身装满很漂亮 另外像小米 他们大陆也有要进来 那个住金都相当的贵 像这个韵味十足的建筑 原本是个商城 经过维修精彩分成 成为一个创意的竞技场 像我卖牛粉 有的人在圣诞节过年 就会买来朋友 送他很衰的朋友 就死来运转 或是对 就变成一个 可以防蚊 然后可以带来吉利的东西 然后就是变成我们 很热门的品项 小小杂货铺 将废弃物赋予新生命 还附赠一张手写勇气纸条 让百家拆礼物时 多了一分暖意 另外也有新锐艺术家 独创设计品牌 将日常生活扫物注入情绪 越看越疗愈 那我们在这边 其实是算蛮有信心的 因为我觉得西门 现在建设越来越多 加上观光客人觉得 来台湾 来台北 基本上都要逛西门 迎接龙年的同时 西门丁也迎来更多关注与商机 在灯会加持下 让这里的潜力 展现在外界眼前 原来旧市区也能有新风貌 只要你懂得点亮创意之光 距离北京一个多小时车程的 天津 武清 有一座百年古村 这几年在乡村振兴之下 翻修村民老房 转为特色民宿 负责管理的台商认为 只有吃和住 无法体现乡村油的精致度 所以准备抱团发展 辐射周围村庄的观光农业和特色景点 让围旅行也变得更好玩 离开北京一小时车程 天津 武清 和西雾 占别了首都的雍容华贵 过去是曹运进京物流汇聚的重镇 如今依稀当年烟火气息 金津季的黄米水沫炸糕 仅此我一家 那咱们金津季所有的客户 都拿着我们家的炸糕 去走心房一会儿 这里处处有高原 心心呵护出国的炸糕 全产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令人惊艳之处 是兼具酥脆软糯双手口感 而且还有停而不腻的豆沙馅 画龙点睛 来 吃完我看 能与之较近的是 隔壁餐的大饼果子 同样把年老店不居小节 炸好的果子 毫放一刀切在卷进大饼里 总吃的老涛还有自大套餐 不熟无花却津津有味 所以我的大饼果子 大饼果子 老豆 老豆 家里羊杂 一年四季 每天早日在这吃 老百姓的味道 农村赶大吉 在新颖的商场 还有便利的支付环境之下 仍然无法被取代 就是因为它有浓浓的人情味 还有市井气息 当然要展现农村特色 当然就不能错过 传统的农家菜 大火翻炒的霍气 让平淡无奇的土豆丝 香气四溢 搭配炒鸡蛋 鲜烙的饼果腹 饱餐一顿再加长不过 老板娘回忆母亲手艺的特色菜 加了这一味 化腹朽为神奇 竹臭之夫 下手绝不客气 这是咱们河北屯镇南可少的 臭豆腐 是特别好吃的 入嘴极化 闻着臭 吃起来特别香 虾凹砍杂鱼 油温达到七八成弱的时候 咱下入这鱼 给它炸至聚牛 带鱼血鱼 会碎一锅 师傅以番茄酱豆瓣酱炒汁 再将鱼肉放进铁锅里 炖到入味 是招牌弊点 还有精心挑选的水库花莲鱼 个头特别大 豪迈粗犷 就此展现 河北农装真的好 家庭菜就往这里找 吃的味道好坏 其实不重要的事 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感觉跟氛围 吃饱喝足在逛一圈 有六七百年历史的礼大人庄 整齐的院落 活脱向镶嵌在美丽画卷中 四年前 这座略显没落的村庄 开始美容翻修 全新的创意进驻 产业也跟着出现全新面貌 当你要给他们规划 振兴的路径的时候 民宿确实是一个 是我们的一个手段之一吧 因为你有了民宿 感觉上就这个 村的改造的幅度 就会比较大一点 旁间等于是有两个 住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还是以原木的颜色为主 我们只是加固而已 然后横的那个板是新家的 但是它这个大梁有没有 是原来的 所以它才是老房子 房子才会有这种不完整 对 新旧交融上来是农村打造民宿的卖点 主结构不变 再靠内装彻底改头换面 由政府出资和第三方资本出资 把你的把这个房改一改 租约到期的时候 是原封不动的还给村民 硬体跟上来后 软实力才真正被发挥 来自台湾从事乡村建设的王怡文 在负责管理民宿的同时苦心挖掘 发现村子里这栋三百年的老宅 真有意思 这真的是我们古时候的人的一个智慧 我都称它为全世界第一个房道锁 你可以看到完全就没有锁 感觉这个应该把它打开来才对 对 然后答案其实在下面 很多人开到这里就发现 在哪里 它还是开不了 然后这里永远是锁子的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损毛结构的概念 你只要一根手指头 然后它就开了 有了故事 附加价值就此体现 老不是过时 而是承载着历史 就像老当益庄的百年古树 见证礼大人庄 幡然唤兴 不过一个村很难单打独斗 一定要有点到线 抱团发展 你很难找到一个村 它真的是 吃住行有够于所有的元素 它都能够搭在一起 所谓的乡村振兴 绝对不是以一个村为概念 我们是站在正的角度 去看这整体的痊愈旅游规划 距离李大人庄 不远的上岗村 具有一定规模的温室大棚 当地西红市 也就是俗称的番茄醉出名 可供游客采摘体验农活 后动上村500多年大槐树 里头抱着扫槐树也算奇景 经过包装互相联动 都能再做点文章 李大人庄村 作为旅游集散中心 它负责的是吃跟住 把三个村连贯起来之后 就能满足所谓的 微度假 两天一晚的一个度假 可以在这边吃跟住 然后放到我们旁边的 一个辐射两个村 就可以在那里玩 李大人庄只是一个起点 构想三外延伸 精致不断扩展 让这趟乡村之旅 更加意犹未尽 福建泉州是东亚文化之都 在多元的文化当中 保留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两年泉州观光市场非常活跃 当地的文创业者 试着在传统工艺当中 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为了迎接龙年到来 有团队以石龙九子故事为主题 打造出大型的政治艺术 打卡地图 还与古城景点结合 游客畅游古城 又增添了巡龙乐趣 来到福建泉州 古城巡龙记就此展开 搭配龙年主题 当地的文创团队合作 以石龙九子的传说为原型 打造出十条极具泉州特色的龙 龙身设计概念打破传统造型 以闽南语谐音取名 龙长子球牛叫做 二子牙字 名为 嘴嫌宝剑一身霞气 九子那个都看完了 最喜欢的就是那只霞子 因为它的性格我比较喜欢它 爱重分明 取名别具巧思 也带着平安招财的祝福 像是这条酸泥 名为隆重碳打击 躺卧于泉州 香火最旺的关帝庙前 元宝肉身寓意 财运满满 加入创意 装置艺术 麦蒙成功 石头龙能文能武 六子碧系 取名隆重用 外形似龟 有着健康长袖的寓意 八子腹系 取名隆重高塔赤 位于泉州古时的 学府文庙前 怀抱书籍 寓意金榜提名 看完好的 现在明年要考多少分 一百分 石龙之手的龙爸爸龙莉莉 分为大嫂两只青龙 名字取自泉州的简称里字 又名隆重厚 大青龙寻长二十多米 在古厕之间穿墙而过 夜晚亮灯时 与夜景交相呼应 兵分绚丽 小青龙则是以传统乌颜的青绿色 为主色调 满身鳞片上写着各式闽南语的祝福语 龙莉莉同时推广闽南语的APP联动 游客扫码就能学习发音 设计者希望能透过这种方式 让各地游客了解闽南语的魅力 我们泉州就是信仰之城 那少不了就是这些传统的这些宫庙 这些传统的建筑屋顶上 有僧龙 走龙 就是藤龙 有很多种这种龙的这种雕塑的这种制式 非常符合龙年这个氛围 然后做的也是比较可爱的卡通的 然后年轻人也是这种 来泉州这种地标上 还觉得挺有心意的 泉州石龙各具特色 打卡点设置也与古城景点互相结合 以龙为纽带串联起了钟楼 西街 关帝庙 天后宫等古城区的重要景点 为了便利游客古城巡龙打卡 文创团队联合制作了泉州古城游览地图 将各大景点标在地图中 地图上别具匠心地设计了 石龙九子吉章打卡区 文创设置成为热门打卡点 带动了小龙产品的消费 他们不仅能看到这些新年的装置 能了解到 也会为了他们去打卡 然后还能买到他们相关的周边 带回家里去 就这几年然后全州感觉越来越火 然后一些文创做的的确是 有自己的特色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我觉得这点还挺强的 结合城市和景区特色的产品 成为越来越多游客青睐的纪念品 随着泉州旅游的热潮 文创市场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如果说以前是10的话 那现在可能是100 比如说以前我生产冰箱贴 我只敢做100个 现在你看吧 我做1000个我都不怕 我敢做5000个 文创消费的增加 吸引大量投资 注入相关产业 但消费市场扩大之后 产品同质化 成为了文创工作者面临的发展瓶颈 黄岳坤带着团队 在产品创作上下足功夫 传承传统工艺之外 也能挖掘到不同的卖点 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穿了这些衣服 你看有盘扣 还有个V领 还有整个刺绣 我会用到我们的传统的这些材料 慧安的石雕 世界石雕之乡 陶瓷 瓷都嘛 然后我们的木雕 木雕是我们千年的这个 飞移的这个木雕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通过材质 来让别人看到我们这个城市有什么 用文创产品让游客记住全州的文化 黄岳坤在自己的店内设计了互动打卡留言板 邀请游客们记录旅游心情 满墙密密麻麻的留言中 留下了他们在这座城市中的独特意境 用这样的一个板 让这样的小孩子在这个城市留下了他的文字 然后这就是他的记忆 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泉州港历经繁华 交融了世界多余文化 泉州保留着传统的建筑和民俗 文化地域如今历久离心 发展出龙光焕发的城市美丽 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台湾火锅市场一年四季都很火热 每年超过新台币300亿元的商机 面对餐饮集团积极布局 小品牌要突围 得做出差异性 像是这家以猪肚鸡为汤底的锅物 吃法源自于广东 大股汤加上特制胡椒 区隔了台湾常见的汤底 那店面是以央竹豪汤的方式 节省人力成本 从电商起家一路开城连锁店面 入夜起楼下霓虹灯光影闪烁 爱桌小凳闹哄哄的氛围 像是来到台湾热炒店 很热闹 大家闹哄哄的 老板又热情常过来招呼 第一次来就是闻香而来 从外面经过 本来要吃附近的餐厅 然后就大家就建议说 闻到香味嘛 那就进来吃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 是这样来 高糖沸腾飘散出胡椒香气 软嫩鸡肉搭配入口Q弹的猪肚 餐桌上这一波猪肚鸡 是小店魅力所在 我个人喜欢吃它的原味 尤其它的鸡肉啊 它的猪肚 很鲜甜啊 温润的大骨高汤 在学间留下微微辛辣的尾韵 碗里撒点蜜汁胡椒粉 冲一瓢热汤增添香气 含牛来就来这边吃一锅啊 汤头很浓郁 它不会是那种 人家靠那种粉去把它搅拌出来 它是真的是熬出来的 把煲汤切成火锅的猪肚鸡 沿自广东 号称无汤不欢的广东人 餐桌上汤汤水水 是不可或缺的精华 食材随着季节转换 料理手艺全浓缩在眼前一碗汤里 汤呢我们持续在这个 沸腾的这个状态 那因为广州它是属于白汤类的 白汤类的东西火力要够 要让它能够翻腾得起来 如果你翻不起来的话 胶脂啊油脂啊 跟它的蛋白质没办法乳化 你的汤永远煮不白 台湾火锅市场一年 商机300亿元清台币 别锁业超过四成是火锅业 小品牌要突围 在熬汤工序下足功夫 这个料头里面就是有我们的龙骨 猪大骨 鸡骨 跟一些中药材都在里面 在广东汤水料理不是专属于寒冷天气 而是四季餐桌讲究的日常必需 苏军伟过去曾经到大陆深圳 担任餐饮顾问 在炙热盛夏第一次尝到这锅热乎乎的汤头 那我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 是我一个老大哥 他看我气色不是很好 有点水土不服啊 他就带我去吃这个特色的火锅 我那时候吓死 我说不要闹了 那个现在四十几度 然后我光走出地铁站我就流汗了 不要说坐在那边吃火锅 然后那时候看到 哇 这一群人我吓呆了 我说这一群人都是来吃猪肚鸡的吗 入境水俗 当时他一边汗流浃背 一边喝着猪肚鸡汤 浓郁的胡椒香气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广州人他们比较注重食鸟食补 他们觉得在很湿热的天气 反而就是要喝一些热汤 一些胡椒 帮助排汗 然后促进新城代谢 喝那第一口我就 就被钉住了 这个东西可以耶 水土不服的苏俊瑋喝了热汤 感受到疗愈滋味 他试着把广东开遍大街小商的锅物 带回台湾 道地的料理方式做了些改良 我们猪脚可以熄锅了 我用猪脚去秤入它的胶质 而且会有一个清香味 天然的物理的反应 让它产生胶质出来 然后乳化 所以我们的汤才会很白 配合台客爱喝汤的习惯 汤里多加了猪脚 增添浓稠口感 为了避免腥味 猪肚经过汤烫切片后 才放进火锅里 猪肚其实会有两种口感 这个口感比较薄的部分 比较爽脆 它会像猪耳朵 就是会脆脆的 颜色比较浅的 它比较Q弹 它就是比较有咬劲 所以我们两个地方 会有两个不同的 接来不同的口感 我回到台湾 我自己有个研发厨房 我就开始试做 然后请自己的好朋友吃 那刚好那时候 我有一个配合的电商 他吃到他觉得 这东西不错 我就试着给他卖卖看 那结果反而效果是很好的 从电商开始测试水温 一路卖到开了实体店面 苏俊伟把复杂的熬汤工序 在央厨解决 出锅流程标准化 管控汤头品质 也克服了餐饮业缺工的挑战 一连开了七家分店 大陆其实有很多 很不错的食材跟idea 但是如何把它完整的 移植到台湾 然后做一个适度的改良 我觉得这是关键点 因为把它全部搬回来 不一定能够符合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区隔市场常见汤底 把单一口味的汤头做好做精 也能在热腾腾的国务红海 广受好评 福建张萍被誉为 大陆最美的樱花圣地 就围绕在茶园边 粉红翠绿相应成趣 美不生收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霞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下个礼拜再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